什么是胎心监测 贺同强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妇产科重症监护士 副主任医师 胎心监测包括两种 一种就是正常常检验的时候 我们用多普勒 短时间的一分钟内听到一个胎心 叫胎心率的一个监测 另外我们现在常说的胎心监测 指的是用一种胎心监测仪 连续性的监测 胎心与胎动 以及宫缩时候的变化 比如说胎心 在胎儿宫内发生胎动的时候 胎动频繁的时候 或者发生子宫收缩的时候 这个胎心率的变化 一般来讲 胎心随着胎动或者宫缩的变化 会出现一个胎心率的增快 我们叫做加速 这种属于一个胎儿宫内储备良好的 胎儿在宫内相对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说是胎儿在胎动的时候 或者是宫缩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胎心减速 我们可能就提示 这个胎儿在宫内储备是不良的 当然这种减速分一个 早期减速 编译减速和晚期减速 不管出现哪种减速 都可能提示胎儿在宫内是不好的 当然如果是一个早期减速 可能危险相对少一些 如果是晚期减速 往往提示胎儿是一个胎儿窘迫 急性胎儿窘迫 容易发生胎子宫内 要尽快到医院 找医生 查门原因 专家提示 一 胎心监测包括两种 一种是正常产检时 用多普论短时间内听到胎心 叫胎心率监测 二 另一种是用胎心监测仪 连续性的监测胎心与胎动 以及宫缩时的变化 三 一般胎心随着胎动或者宫缩的变化 会出现胎心率的增快 属于胎儿宫内储备良好 四 如果胎心减速 可能胎儿在宫内储备不良 早期减速危险相对少一些 晚期减速胎儿容易发生窘迫 胎死宫内 要尽快就医